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家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对了 徐先生 那些白莲教的匪人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林婉容忽然饶有兴趣地问道 问名匪首定然不饶 徐卫简洁地答道 那带头的我却知道 叫做陆中平不是 昔日我做客白莲教 对他感情可深着呢 林婉容笑道 爷爷和孙子的感情哪能不深呢 林小哥认得这陆中平 徐卫道 此次他的确是带头之人 却绝非幕后之人 徐卫的话里大有深意 林婉容笑道 徐先生想问出什么来 怕早已是胸中有沟壑了 还费这些冤枉劲做什么呢 徐卫桌霜 拿贼拿脏 必是有了证明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也让那背后的主子无话可说 徐卫眼中神光一闪 却是意味深长 只可惜 老朽此次走得匆忙 身旁皆是些精通功夫的护卫 审讯方面却非擅长 那个陆中平倒是嘴硬得很 问不出几句有用的话 他似是自言自语道 靠 你这不是明显地邀约我吗 知道我和白连教有仇 肯定会对这个感兴趣 这老徐还真是个有心人呀 要说审讯的事情 虽然没有亲自干过 但没啃过猪蹄 还没见过猪跑吗 辣椒水老虎蹬 随便上几个 看那孙子招不招 长这么大 还没审过人呢 我今天就冲着陆中平那王八蛋去的 老子 专打落水狗 听到有这样的好事 林婉容原本落寞的心情一扫而空 日 当警察 这么好玩的事情 傻子才不干呢 这个 徐先生 我想去观摩一番 林婉容故作羞涩 徐卫望他一眼 哈哈大笑了起来 观着陆中平的地方 却是一间阴暗的小屋 他整个人被锁在镂铐上 脸色苍白 显得十分的憔悴 林婉容带着高球走进去的时候 他自行架上抬起头看到林婉容 眼中射出怒火道 姓林的 你来做什么 日 被拿了还这么嚣张 你以为这是你家厨房啊 林婉容笑道 我来探亲啊 探什么亲 陆中平怒道 嘿嘿 探望孙子呀 林婉容嘿嘿道 陆中平脸上一阵抽搐 大叫道 姓林的 我与你势不两立 你妈的 卢老子到白莲教 要不是仙儿救我 老子就死在你和那逃亡吧的手上了 老子什么时候跟你俩立过 林婉容嘿嘿笑着 对高球道 高大哥 听说这小子是个武林高手是吧 高球点点头 林婉容笑道 武林高手 这名头可真贪良吓人 破着武林高手的功夫 却有哪些 戳破气海 锁住甲骨 高球简洁答道 嗯 听着怪有意思的 高大哥 那就麻烦你每样都试一百下吧 林婉容悠哉说道 陆中平却是吓了一跳 惊道 林四 你敢 高球也是吓了一跳 这个林公子真够狠的 每样一下 这姓陆的就算是废了 他竟然来一百下 以为这是切菜呢 我他妈有什么不敢的 林婉容猛的一拍桌子 吼道 你见过我有不敢做的事吗 对着你主子老子都不怕 还怕你这孙子 陆中平脸色发白 当日林三被擒 却比我还嚣张 今日换了身份 他凭什么不嚣张 面对着徐卫身边的诸多高手 陆中平是一点不怕 可是面对这个带着邪气的林三 想不怕都难 你 你敢 林三 你有种的话 就与我单打独斗 见高球一步步逼近 陆中平急忙高声叫喊了起来 声音却是带着哆嗦 皮肉之苦他不怕 可是废弃武功 那便是连死都不如了 嘿嘿 三打独斗是吧 林婉容嘿嘿一笑 对高球道 高大哥 你去带上十位武艺高强的大哥进来 高球不一会儿便带了十人进来 看那墓中金光 个个都非泛泛之辈 林婉容站在那十人身前 指着陆中平道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 你选择群殴还是单挑 陆中平搞不清他话里的意思便道 何为群殴 何为单挑 嘿嘿 所谓群殴 就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林婉容嘿嘿笑道 那单挑呢 我选单挑 单挑 你一个打我们一群 陆中平怒道 林三 你无耻之急 林婉容上去就踹他一脚道 我他妈从来就没说自己高尚 骂的 路子是你自己选的 各位大哥 大家一起上啊 男人哪脆弱就打哪 说着 又是重重一脚踢去 却是正重他当上 陆中平一声惨叫 十里外都能听得见 林婉容今日心情不爽 劈了两脚 浑身上下的毛孔都透着舒服 连高求都觉得这林公子实在够无耻 这陆中平还被绑着呢 上来个小妞都能把他给干了 他下手竟然毫不留情 得知林婉容昔日曾被白莲教所勤 他心里便明白了 定然是林公子昔日受了不少的折磨 哪里知道这林公子过得滋润的呢 这一番脸吼带打带下 陆中平脸色苍白 不敢说话 高求问道 陆中平 你招还是不招 林婉容嘿嘿一笑道 嘿嘿 哥大哥 咱们别问他招不招 我还有好多有趣的事情没做呢 高求对这个林公子可是真的佩服 便配合的笑道 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呢 我听说有一种剥皮之法 真的很有意思 不知道高大哥听过没有 林婉容道 何种剥皮之法 高求好奇的道 这话说的是啊 把一个人四肢全部剁了 做成一个肉棍 竖着埋在沙土里 任太阳爆晒 然后呢 顺着他头皮打开一个大大的洞 撒点什么花蜜 蜂蜜 胡椒粉 盐吧 八角 就会有无数的苍蝇蝴蝶 蚊子臭臭往上爬 这人呢 就全身发痒 头皮乍麻 越挣扎 越痒 越痒 越挣扎 最后受不了了 于是 吃了一吃 人就从这头皮缝里 蹦出来了 皮就流下了 这个法子 好玩得很 我还没试过呢 高大哥 什么时候有兴趣 可以试试看呀 果真有此法 那可得试一试 高求笑着道 似是有意无意的 看了陆中平一眼 陆中平听得头皮发麻 暗自恼怒 当日抓到这林三之时 怎么没想到这些法门呢 都怪头东城那个狗头军师 弄什么怀柔之计 太惨老子了 他知道 这是林婉容在吓唬人 可是谁知道 会不会有人真的一试呢 死倒是不怕 可是这样惨死法 他心里却是害怕至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其实这还不是最有趣的 林婉容笑道 高大哥 听说你们江湖之上 有一种药 叫做春药 是不是 就是吃完了之后 让小妞发情的那种 提到春药 陆中平打了个寒颤 当日大小姐的春香 就是她亲自点燃的 果然是现世爆了 高求道 这个呀 这个呀 是有的 效果好的 比较著名的 有我阿姨棒吹 奇银河欢散 观音拖衣衫 如来大福棍 观音拖衣衫 如来大福棍 我日 这两个我怎么没听过 真是银无止境啊 林婉容笑道 高大哥 一个男人吃了这春药 会做什么呢 当然是寻个女子交合了 如果是一只公狗 吃了春药呢 当然是找一只母狗 换好了 那如果一个吃了春药的男人 和一条吃了春药的公狗 放在一个房间里 会有什么情况呢 林婉容貌似遐想的道 高求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连这种事情都能想得出来 论起邪恶 林公子认了第二 天下就无人敢认第一 路中平平的浑身惊颤 身体如筛糠般颤抖 最好把这间屋子放在大街之上 这样就能够有更多的百姓 看到这举世惊叹的一幕了 真的很向往啊 林婉容自言自语道 路中平脸色发紫 哆嗦着道 我招了 早点说多他妈痛快 林婉容一脚踹在路中平身上 怒道 害老子自己恶心半天 林婉容大步出来 痛快 真他妈痛快 当警察的滋味就是爽啊 今日的郁闷之气 算是彻底的抛开了 这路中平就惨了点 不知道今夜会不会做噩梦 徐卫却是正站在门口 望着他笑道 林小哥 你博学古今 老朽实在是佩服之志 你若入了朝堂 凭你这口才 机智和手段 便是封王败相 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忽悠 你就忽悠吧 林婉容笑道 搞搞小手段 我还是可以的 但论起大阴谋 在徐先生面前 我还是甘拜下风了 徐卫与他相熟 魂不以为意 哈哈大笑道 林小哥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林婉容摇头道 徐先生 这事不用再说了 我还是喜欢 简单点的生活 徐卫知道劝他不动 唯有叹口气道 唉 老朽西年 便是不如小兄弟看得开 年少轻狂 追逐那些虚名假欲 误了青年多年 人生六十花甲 醒悟之时 却已是这般年纪 依然是俗物缠身 脱离不得 谁曾连我白头少 落叶黄昏 梦于乔啊 老朽这一辈子 却是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啊 徐卫说到后来 已是感慨连连 林婉容心道 哪个人不是活了一辈子 才明白 你这算好的了 有的人到死都还不明白 这个道理呢 人各有志 小兄这样淡薄 老朽也不敢勉强 若是他日小兄到了京城 务必请到老朽家中喝杯水酒 也让我与青年略表感激之情 林婉容笑道 那是自然 我昨日就和苏小姐说了 她日后必然要感谢我的 今天可不就是应了那话了吗 徐卫抚须一笑 甚感欣慰 林婉容忽然想起一事 对徐卫道 徐先生 你在京中人脉广泛 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女子 她二十来岁年纪 模样标志 气度非凡 大概也是出自名门之后 归名叫做萧清玄的 萧清玄 徐卫宁眉思考一会儿道 这是哪家的小姐 老朽却从未听说过 这位小姐与小哥是什么关系 林婉容正色道 是我妻子 小哥竟是成亲了 徐卫惊奇道 玄疾笑着道 以小哥才学 这萧小姐定然是才貌品德俱佳了 只是既已成亲 林小兄怎得连自己妻子身份都不知道呢 靠 你当我想这样啊 老子现在也是稀里糊涂呢 林婉容无奈摇头 将萧清玄的面貌仔细描述了一番 徐却仍然是不知 这京城之中 名闻名门望族甚多 各家的小姐也多不胜数 姓萧的小姐倒有不少 只是不知道你寻的是哪一个 林婉容自薄金 取下萧清玄留给自己的那封玉佩 递给徐卫道 徐先生 你可见过这个 徐卫见多识广 见着玉石经营 剔透流光溢彩 惊道 这是和田玉啊 林小兄却是从哪里寻来着宝物 林婉容道 这是清玄留给我的 哎 这是极品和田之玉 事所罕见 就连皇宫里也难以见到这等宝贝 林小哥这位娘子 定然是大富大贵之人啊 徐卫叹道 见徐卫都参不透 萧清玄的来历和身份 林婉容心里略有失望 但她也是天生开朗 便笑道 既如此 那就等过完年 我亲自到了京城 寻我这娘子吧 徐卫点头道 林小兄 以你的才华 到了京城 定然能出人头地 京城里有许多少儿好学 老来厌学的老不休 写了几首诗 画了几幅画 便自以为了不起 以你的才华机制 到时候与他们斗上一斗 让那些老家伙看看 什么是少年英才 到时候可有好戏看了 京城好多年没有这样热闹了 老朽对小兄弟的到来 颇多期待呢 林婉容听的大汉 这个徐卫老头 也是能师善话 不也是老不休中间的一份子吗 与徐文长 接触多了 他觉得这个老头也十分的有趣 搞起斗争的时候心狠手辣 说起诗话的时候 却是和蔼可亲 说到底 还是政治磨掉了他的书生本色 才会有这种矛盾的性格 与徐卫分别之后 林婉容却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 大小姐抛下自己一个人跑路了 这妮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脾气越来越怪了 行了几步 却见前面停着一架马车 看着很是眼熟 四德 萧峰 小翠竹人 皆是站在马车两边 见他到来 皆是高兴地大叫起来 三哥 等你呢 快点 我们这就回金灵去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语言 演播猛歌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APP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语言 演播猛歌 第122集 林婉容走了过去 笑着道 大家都在呀 怎么没跟随大小姐 回金灵呢 肖风道 林兄 是大小姐吩咐我们 留下来等你的 林婉容心里好受了点 这小牛总算还有点良心 不仅留下了众人等待自己 还把她的马车留下来让给我用 她心里有点安慰 眼前猪人就以她的品贤最高了 这马车当然归她享受 她一步登上马车 正要去掀帘子 却听里面传来一声又羞又怒的娇喝道 你快下去 林婉容愣了一下 怎么听着有点像大小姐的声音呢 她急忙掀开帘子一看 坐在车中柳梅倒树望着自己的 不是肖玉若还有谁来 下去下去 你快下去 大小姐没想到她会这么放肆 当着这么多吓人的面就要爬上车了 心里自然恼火急忙娇声说道 林婉容善善一笑 下了马车 心里还在奇怪 这小牛不是走了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亏我还以为她发了善心 将马车留下给我用呢 三哥 大小姐说 我们一起来的 也要一起回去 小翠说道 这句话说得林婉容心中一暖 一起来 自然要一起回去 没想到这小牛还有这般心思 也不枉我为她消假出这么大力了 本来想着大小姐 也能说出这般暖人心的话 对自己应该笑脸相迎 好生安慰的 哪知事实却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一路回金陵去 大小姐再没有跟林婉容说过一句话 便仿佛她这个人彻底不存在一样 比来时的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次杭州之行 经历了共有与因缘迁事件之后 二人的关系本来有了明显的缓和迹象 只是经历了昨日之事 似乎又退回了以前的状态 林婉容几次提了话题 要与大小姐交流一下 她却根本就不接话 一来二去 林婉容也觉得没趣 便老老实实地骑马赶路 行至浙江与江苏交界地段时 两边山高临密甚是贤峻 他们来时所遇的客商甚多 今日返回的时候 大概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行人甚少 林婉容心里郁们 正骑马行在最前 忽然轰隆隆地自山上滚下了一颗大石 正堵在几人面前 林婉容那黑马受惊之下 撕得一声长笑 前提跃起来回打转 差点将林婉容摔了下来 她急忙抓紧马鞍 身体贴紧马背 好不容易才掌握住平衡 心里却是吓得扑通扑通乱跳 妈的 山体滑坡还是泥石流 这么大一块石头也能掉得下来 身后行着的几人 也是吓得浑身冷汗 这石头要是正砸在几个人身上 那还了得 林三 你没事吧 大小姐的声音带着些嘶嘶的颤抖 从马车里传来 这上市离开杭州之后 她首次与林婉容说话 没事 就是差点被石头砸死 林婉容回头笑道 哼 就知道贫嘴 大小姐哼了一声 却再也不说话了 林婉容四周巡视一番 没有山体滑坡 这大石竟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有点莫名其妙 几个人正疑惑间 却见山头突然出现几条身影 皆是黑沙蒙面 远远看去刀光闪亮 气势汹汹 一望便知是要打劫的 林婉容上市第一次看到山贼 心里很有几分兴奋 但不知这些家伙是要劫财还是劫色 妈的 老子最讨厌你们这些战衫围王拦路打劫的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小姐 是山贼 小翠下的脸色苍白 话都说不利索了 萧峰却是一下子护在他身边道 莫怕 带我与贼子纠缠一番 定要护得小翠妹妹周全 风哥 翠妹 林婉容听得头皮发炸 浑身冷颤 好一对肩夫淫妇浪蹄子 大小姐眉头微皱 她来此道数十次不止 何曾遇过什么山贼节道 今日却是怎么了 那些人一声呼喊 数十条人影一起奔了下来 看那身形气势都甚是彪悍 此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林婉容急忙翻身下马 顺手捡起一块石头 对猪人道 护住马车 别让贼人伤了大小姐 那数十条人影转眼就到了马车正前 其中一人高喊口号道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罪你骂个头 让你废话多 林婉容怒骂一声 手中石头看准那人便用力扔了出去 他又有力道又有准头 石头不偏不倚 正砸在那匪徒的脸上 顿时如同稀果开了燃 连话都没喊完就栽倒了下去 众人皆是吃了一惊 匪徒们显然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的彪悍 己方还未开动 已是折了一人 四德和萧峰主人 则是一起高声惊呼了起来 声音中隐隐带着点兴奋 林婉容身上装着不少宝贝 姑且不算她那莫名其妙的高手身份 秦仙儿送她的毒针 萧清玄送她的火枪 哪一样都够这些匪徒喝一壶 林婉容正愁没处施展呢 今日也算他们点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一个匪徒倒地 站在这匪徒身边的领头模样的人望见那石头 眼中闪过一丝怒光道 快将他们拿下了 要真是劫道的匪徒 定然是说兄弟们上啊 哪里会说拿下这么文邹邹的词 林婉容看那匪首手上缠着些纱布 声音有些熟悉 恍然大悟 妈的 我说这太平地界怎么出了毛贼呢 原来是这陶王八在作怪 当日陶东城定下计谋营救大小姐 就是被林婉容一块石头坏了好事 自然记得清楚 难怪此时见了林婉容顾计重施要火冒三丈呢 陶东城旁边的一个体态娇小的人道 纸绑的林三我要为难萧大小姐 听那声音看那模样 是陶婉营那小辣椒 林婉容听得火冒三丈 我日啊 你们兄妹二人连妹打劫也就算了 还要专拿老子 当老子就是好欺负的嘛 这姓陶的小妞还是什么工人 真是白吃那些粮食了 将这些人一起拿了 陶东城大声命令道 陶婉营交呼一声道 哥 你说过只抓林三 不为难于若姐 拿下 通通拿下 林婉容听着兄妹二人争吵 心里明了 这个陶婉营与自己有仇 与大小姐交好 所以才要只拿林三 那个陶东城则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也只有陶婉营这种笨妞 才会相信她 十来个匪人一起冲了上来 林婉容高呼一声护住大小姐 手里却是捡起两块石头 砰砰的砸去 她力道与准头皆是一流 又专门打脸 匪人想躲也躲不开 当下又有二人中招 陶东城见自己家将如此不忠用 急道 一起上 先拿大小姐 林婉容虽有一身功夫 但她天生是个懒人 能坐着绝不站着 能躺着绝不坐着 身上又是毒针 又是火枪的 刷刷几下就能搞定的事情 傻子才与他们肉搏呢 也是时候练练枪法了 林婉容嘿嘿一笑 正要去怀里摸火枪 却听一声长笑 一个人影风驰电掣般赶来 迎上了那些贼人 便缠斗了起来 这人武艺甚是高强 以一敌多 却还是占据上风 转眼便放倒了两三人 直让陶东城兄妹色变 林婉容看得清楚 这相助之人 竟然是徐卫身边的护卫 高求高大哥 日啊 保镖来了 林婉容心里大是兴奋 一定是徐卫派了他来保护我的 这老头真够哥们 也不枉我为他作媒 只是可惜了一次 大好的练枪机会 高求乃是宫里的护卫高手 伸手哪是陶东城的家将们 所能比的 三两下 便将那十来人收拾了一半 陶东城一见情形不对 转身便要逃走 陶婉营确实比他哥哥 有血性多了 望着林婉容道 我一定要拿下林三这恶贼 陶东城心里一急 左手拉了陶婉营就要逃走 林婉容哪能轻易地放他们离开 妈的 你们刚才不是威风得很吗 又是开山又是栽树的 老子今天要是让你们逃了 林字倒过来写 他行事向来匪夷所思 不按套路出牌 瞅准了空子 几步奔了上去碾上陶东城 大喝一声道 陶公子 陶东城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只觉眼前一花 林婉容重重一拳砸在他太阳穴上 陶东城头昏眼花之中 便一声不吭地倒在了地上 哥 陶婉营见自己哥哥晕倒在地 一声悲呼 紧紧地拉住陶东城的手 望着林婉容 眼中射出无比的愤怒之色道 林三 你想怎样 真他妈好笑 陶小姐 明明是你来打劫我 却还要问我做什么 林婉容嘿嘿笑道 嘿嘿 既然你问起来了 我不妨告诉你 你们做匪人做得出色 好玩之极 我心里痒痒 也想做一回截到了强盗 你 你要截什么 陶婉营惊道 林婉容轻挑一笑道 嘿嘿 我要截个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极品家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3集 林三 你敢 陶婉营又惊又怒地说道 身体却不由自主往后急退几步 自那日金陵城中被林三羞辱之后 他对林婉容就有种畏惧之感 在杭州情语楼上 又是这个林三害自己哥哥丢了店铺 丢了盐面 还伤了他手指 他心里激怒之下 才敢来找他寻仇 你也知道 我是恶人 有什么不敢的 林婉容笑道 这小妞的话实在没营养 他黑黑连笑 只往陶婉营逼去 论其打架 陶婉营本来就不是林婉容的对手 何况还是处在现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之下 陶婉营吓得惊叫两声 却仍是紧紧拉住陶东城双手不愿意放开 他此时惊吓之下 已完全忘了自己的花拳绣腿 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女孩 林婉容冷冷看着他道 陶小姐 你是自己束手就擒 还是要我动手呢 陶婉营见识过他的强悍 知道今日逃脱不得 便一咬牙道 林三 我留下 你放了我哥哥 陶婉营纵有千万个不是 但临难之时却不愿意舍弃亲人 这点倒也难能可贵 也算是他留给林婉容的唯一好印象 林婉容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陶小姐 你有资格来讲条件吗 说起来真是好笑 今日不是你们姓陶的打劫我们吗 现在怎么轮到你来求我了 陶婉营咬着牙齿不说话 林婉容上前几步 挑起他的下巴 轻挑的在他脸上摸了一下 笑道 陶小姐 你除了身材之外 别的还真难说哪个地方长得好看呢 陶婉营啊的一下跳开 惊怒之下 眼眶都红了起来 林三 你要敢欺负我 我做鬼也不会饶了你 欺负你 林婉容笑着道 恕我直言 陶小姐 就你这点容貌 我就算被猪油蒙了眼 晚上吹熄了灯 也不会摸到你身上去的 你去死 陶婉营又羞又怒 急声骂道 我死不死 可跟你没关系 倒是你这样纠缠我不放 难道是看上了我 我他妈怎么这么倒霉 会被一个疯婆娘看上呢 回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烧烧枪 去点邪气 林婉容 调笑道 陶婉营哪能看得这般羞辱 顾不得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娇斥一声就冲了上来 他此时愤怒之下 哪里还有什么张法 林婉容看准他来世 一个手刀砍在他脖后 他便软软地晕倒了过去 林三 你杀了他 一个焦急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林婉容回头一看 正是萧大小姐来道 我长得那么像柜子手吗 林婉容苦笑道 大小姐 我在你心目中的印象 不会那么差吧 大小姐知道他没有杀人 心里才放下来 瞪了他一眼道 你放在那边占人便宜 不是柜子手 却也是登徒子 无耻之人 高求醒了过来 笑着道 高某来迟了 叫大小姐和林公子受惊了 萧玉若行礼道 小女子谢过高壮士相救之情 林婉容也道 高大哥说哪里的客气话 你敢来相救 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呢 早知这一路上 有高大哥跟在后面 我们走得就安稳多了 高求道 林公子也是高人 那石头扔得可准 守法力道皆是一流 便是我不来 也够你一人打发的 我临走之前 徐大人一再叮嘱 只能暗中保护各位 切不可惊扰了大家 这次若不是匪人猖狂 我便一路护送诸位到了金陵 也是不会陷身的 收拾了这帮陶家的匪贼 反倒是如何处置眼前的陶家兄妹二人成了难题 大小姐沉吟一会儿道 陶东城和婉英小姐二人 要分开来对待 陶东城数次暗算我们 自然是罪不容束 婉英 随时纵容包庇逃东城 说到底是因为兄妹勤奋 何况他也无大鳄 不可过分相逼 依我之见 不如将他们捉回去见官 让国法来断 我就不信 还有人敢包庇他们不成 林婉容听得眉头暗皱 这大小姐还真是迂腐不堪 交官办 这是能交官办的事吗 女人啊 对政治还是缺乏敏感性 这是天性急不来的 他叹了口气道 唉 大小姐 你说将陶家兄妹分别对待 这点我没意见 可是你说要把他们交官 恐怕就有些难办了 你有没有看过这是什么地方 大小姐道 这是江苏浙江交界的地域 有何疑问 林婉容道 那你将他们交官是交给江苏还是浙江呢 这一句话提醒了大小姐 陶东城尾石狡猾不堪 他们故意选在梁省交界的地方动手 就是看准这个地方两不管 即使出了事 梁省也可互相推诿 以苏州制造陶宇的身份和他背后的势力 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 这事恐怕都不会那么简单 何况眼下打劫之事 只有萧家诸人所见 真是公堂辩论起来 根本说不清楚 这样一想 萧大小姐也是觉得自己这想法有些幼稚了 见林三面带微笑 大小姐心道 原来你早就有了打算 却是故意让我出丑的 鼻子里哼了一声 瞬他一眼也不说话了 高求把林宛容拉到一边 悄声道 林公子 你看这事该如何处置 林宛容朝脖子上抹了一下 嘿嘿道 嘿嘿 此处山高林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高求吓了一跳道 公子不可 林宛容嬉嬉笑道 嘿嘿 为何 可是徐大人临走之前有什么交代了 高求急忙道 这陶家兄妹来此 定然有人知道 若是就此结果了他们 那萧家惹上的麻烦 可就大了 林宛容心道 现在惹上的麻烦就不小了 反正与这陶家早已经撕破脸皮 死猪还怕开水烫吗 若是陶家兄妹没了 那陶宇与他背后的势力 一定会拼死反扑 这金灵怕就是血雨腥风了 徐大人让属下转告公子一句话 金灵若有风雨 萧家定然首当其冲 还请公子三思而行啊 高求抱拳说道 徐为亲营官场多年 对政治斗争看得极清楚 若是陶宇和成德等人联合起来发威 即使洛敏这个老狐狸能够应对 但以萧家的地位必然是充当炮灰 受损伤的只会是萧家 要么保持目前的军事 要么帮助洛敏一口气彻底地打倒成德二人 萧家才能夹缝中生存 这一点林婉容自然看得清楚 林婉容哈哈笑着拍了一下高求的肩膀道 高大哥 我是与你开个玩笑的 你看我是那么残忍的人吗 高求想起他今日早晨审讯陆中平的手段 心里打了个冷战 你不残忍 但你想的那些法却是世界上最残忍的 不过呢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受欺负的 这姓陶的三番两次使出阴谋诡计 害我们萧家 我要是不出口气 也太对不住自己了 你说是不是高大哥 林婉容道 那是自然 好男儿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高求说道 林婉容点头道 这话我喜欢听 高大哥 你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 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快活呢 高求想了想道 逛窑子 火晕 这老高真没追求 看来也就是个逛窑子的主 林婉容嘿嘿笑道 嘿嘿 高大哥果然高见 那有什么法让一个男人 一辈子逛不了窑子 玩不成女人呢 淹了他 高求顺口说道 说完之后 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个林公子竟然想阉割了陶公子 他急忙道 林公子 这可不行 那与杀了他没什么两样 林婉容笑道 高大哥说到哪里去了 我这个人连杀鸡都怕 阉割那样血淋淋的事情 我怎么做得出来呢 要做也会做得隐蔽点嘛 高大哥是武林高人 有没有什么手法 可以截断他某个部位 让他暂时不能察觉 过些时日才能慢慢显现 然后一辈子都做不成男人呢 高求为难的道 这个有些法门 未免过于阴毒了些 林婉容听他话里的意思 确实有门 心里大喜 笑道 寇大哥 你看我像个光明磊落的人嘛 对着敌人 越阴的 我越喜欢 高求很有些无奈 遇到了这个神奇的林公子 谁若敢跟他比阴险 那是自己找死 当下只得点点头 答应了施个手法 林婉容将陶东城提了过来 扔在地上 高求道 我施这手法的时候过于疼痛 怕是这姓陶的会惊醒过来 这个好吧 林婉容笑道 从兜里取出肖清玄 相赠的蒙汉药 幸亏这蒙汉药 都是用牛皮纸包了 昨日落水时 才没打湿 高求行走江湖多年 一眼便看出这是什么 心道 这个林公子 也不知是个什么来路 随身带的都是些宝贝 倒是比这个陶东城 更像毛贼 林婉容叫四德 取下水壶小碗 倒了清水 将蒙汉药 撒了半袋进去 他是初次干着够大 不知道用多少 高求却是暗自炸舌 这都可以要倒一头牛了 给姓陶的喝了 没有三天功夫 是醒不来的 林婉容在地上 找了根柴火 随意搅合了两下道 行了 这可是上等好药 乃是行走江湖 彩花烈焰必备 一般人 我不会轻易用的 高求使了个手法 捏开陶东城喉咙 林婉容将这碗 冒着白沫的好东西 给陶东城灌了下去 笑道 好了 高大哥 你可以开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4集 高求道 林公子 我使得这手法 乃是独家法门 十分阴损恶毒 是坏了它筋脉 这姓陶的一个月内 不会察觉 之后便会慢慢地显现出来 他自己根本就无法察觉是怎么回事情 到时候就是大罗金仙下凡 他也做不了男人了 这手法同道中人极为不齿 还请公子替我保密 日 这应该就是破坏海绵体结构之类的手法 这个法果然妙 一劳永逸 老子也要学 林婉容 嘿嘿直笑 义正词言地道 高大哥尽可放心 咱们这是正义的举动 不怕别人闲话 话说回来 咱们再阴险 能阴得过这姓陶的吗 这都是他恶有恶报 旧由自取 我们只不过替天行道而已嘛 高求点点头不再说话 从身上取出两根长针 找准位置 迅捷地插在他裆部 陶东城小腹渐渐地鼓了起来 高求运足气力 黑的一声拍在他小腹上 陶东城脸上泛起一股痛苦的神色 接着便又安睡了过去 高求抹了把汗珠 笑道 成了 这小子一个月之后 怕是做不了男人了 林婉容忽然道 寇大哥 你身上带的 你有没有春药 高求老脸一红道 公子要这春药做什么 林婉容嘿嘿一笑道 我怕这陶公子玩得不过瘾 再请他吃上一吃 高求打了个冷战 这姓陶的那玩意儿 金脉已碎 若再加点春药 怕不是立马报了 这林公子真乃银人神人 高求不好意思地掏出一包药粉道 这个就剩下一包如来大佛棍了 呃 林婉容将那如来大佛棍给陶冬城灌了进去 嘿嘿 让你在此昏迷三天 再劲爆三天 脆弱已碎的海绵体加上微猛的春药 哪儿要一个月 怕是半月之后 你就做不了男人了 这春药果然尽力强劲 陶冬城即便在昏睡中 也立马有了反应 林婉容看了陶冬城当部一眼 不懈地吃了吃鼻 妈的 你就那么点小玩意儿 也敢做男人 他和高求做好这一切 相互望了一眼 哈哈大笑起来 高求觉得 自己与这林公子待了几个时辰 竟然变得越来越邪恶起来 大小姐见林婉容和高求折返回来 那陶冬城却直挺挺地躺在半山腰处 不知道他们二人做了些什么手脚 便道 林三 你和高壮士商量出办法没有 林婉容点头道 本着慈悲为怀的原则 我们也不想为难陶公子 便让他在此地自生自灭吧 大小姐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如此轻易放过陶公子 这明显不是他的风格 林婉容笑道 狗能咬人 但人可不能咬狗啊 大小姐不屑地痴痴小鼻子 我还不知道你这人天生不吃亏 狗咬了你 你要打回去怕是咬得比狗还带劲 想到这里 却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平静了下心静 见林三真的不再管那陶公子 说走就走 这倒更叫大小姐疑惑了 带着一个被打晕过去的陶婉营 醒路很是累赘 按照林婉容的意思 放在马背上就行了 大小姐与陶婉营 却有些情意 坚持将陶婉营放在了车厢里 林婉容有些不放心 谁知道这小妞什么时候醒来 又会做出什么事情 行了一盏茶功夫 琢磨着陶婉营也快醒来了 林婉容嘿嘿一笑 对萧玉弱道 大小姐 将那姓陶的丫头交给我吧 我来处置她 大小姐见她笑得银鞋 急忙道 林三 我可警告你 你可不要打什么坏主意 林婉容笑道 大小姐 你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自己的眼光吗 我可是你亲自挑选的人 哪能错得了啊 大小姐神色疑惑 林婉容又道 你放心吧 大小姐 这陶婉营是个小辣椒 我才不会那么没品味呢 小翠 你也跟我来一下 林婉容提着陶婉营 带着小翠 顺着山坡爬上 在树丛中找到一块干草 将小辣椒丢在地上 对着小翠道 小翠 脱衣服 小翠一惊 脸色又羞又红 嗲道 啊 三哥 你为何现在才对我说 你知道 我有多么喜欢你吗 可是现在 完了完了 我已经给了风哥了 林婉容浑身鸡皮疙瘩 往下掉 妈的 魅力太大就是麻烦 他指住 骚意正浓的小翠道 小翠姐姐 我是让你给陶小姐脱衣服 啊 小翠惊叫了一声 不敢看三哥 急忙笨手笨脚的去解陶婉营的衣服 林婉容在旁边叫唆道 不要用解开的 要撕开 撕一半 留一半 要用力 要狂野 小翠又惊又羞地脱完陶婉营衣服 真的是连丝带拉 陶小姐的衣服被撕了一半 酥胸半漏 欲遮害羞 偏偏还欲盖迷张地 用那破碎的长衫盖在他身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在他脖子 胸膛 大腿跟上 使劲掐 林婉容又道 尤其是腿跟上 一定要让他醒过来就感觉到疼痛 小翠不知道三哥要做什么 便依他嘱咐使劲下手 直到陶小姐腿上又轻又紫 这才停了下来 剑绊得差不多了 林婉容嘿嘿一笑 正要离开 忽然觉得还有些不够逼真 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他想了想 回到陶小姐身边 取过针尖 刺破他指头 挤下几滴血珠 滴在他身下 小妞 我对你可为人质易尽了 你却还是一再挑衅我 宁惹阎王 莫惹三哥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次不吓掉你半条命 你还真不知道 马王爷长着三只眼 林婉容嘿嘿干笑几声 便带着小翠下了山坡 肖玉若见他这许久才下来 忍不住望他一眼道 也不知道你这个人 在打什么鬼主意 林婉容笑道 大小姐 我冤枉啊 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 不信你可以问问小翠姐姐啊 小翠红了脸 将林婉容吩咐他做的事情 告诉了大小姐 肖玉若听得脸色通红 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计谋 可这一手真是坏到家了 一婉营那种刚愎自用的性格 实打实地要上当 到时候他怕是吓都要吓死了 偏林三根本就没碰过婉盈 只是利用了女子普遍的心理 也无从责怪 要怪就怪婉盈 惹谁不好 偏惹了林三这坏人 大小姐心里叹了一声 一挥手 马车继续前行 高求骑马跟在林婉容身边 奇怪地道 林公子 你对那姓陶的丫头做了什么 不会也为了如来大佛棍吧 如来大佛棍 我看谁的骚劲也比不过你这大鹰棍 林婉容嘿嘿一笑 还没说话 便听见远处那树林中传出一声高亢的尖叫 似是出自女子之口 凄厉之极 恐怖之极 大小姐知道这是婉盈醒了 听她叫得如此凄惨 心声不忍 忍不住狠狠瞪了林婉容一眼 林婉容两手一摊 无可奈何地道 我是无辜的 真的无辜啊 这次林婉容算是把陶家整了个痛快 妈的 这口气也憋得够久的了 今天是这姓陶的自己找上门的 可不能怪我 这一路回金岭 有了高求护卫在侧 果然太平之极 就连蚊子也不敢盯上他们一口 见着金陵城摇摇在望 林婉容才是长长地出了口气 出差就是累呀 还是家里好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 吃饱喝足了 调戏调戏二小姐 和乔乔说说话 在召集落远青山表少爷几个人 开个茶话会 何其乐哉 进城之时 已是后半夜 大街小巷幽静之急 高求记挂着他老哥高手 和林婉容约了再见之期 便直往总督衙门而去 林婉容进了金陵城 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浑身都透着舒坦 大小姐吩咐马车放慢了步子 带林三走到马车跟前 便从车窗里探出头道 林三 今天回去你就早些歇着吧 明日早些起来 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接手 陶家破子的事情 今天行了一天的路 倒把这茬给忘了 现在大小姐提起来 林婉容才猛然意识到 哎呦 这次肖家可赚大发了 反正和陶家已经扯破脸皮 陶东城那小子 估计现在还躺在山坡上 一炷晴天呢 明日就带着人去接收 陶家的店铺 奶奶的 今天可真是大爽的一天呀 林婉容嬉皮笑脸的 对肖玉弱道 大小姐 接手店铺的事情好说 可不要忘了 那日情语楼上的赌约才好啊 大小姐脸色羞红 哼了一声道 谁记得什么赌约 我是早忘记了 画完便把帘子打了下来 再也不看她一眼 哎哟 仗着官大欺负人是吧 鄙视你 林婉容哼了一声 马车便已进入肖家 自有丫鬟下人上来迎接 林婉容腰酸背腾 正要回自己狗窝睡觉 却见小翠过来道 三哥 大小姐说 你有什么未洗的脏衣 借口收拾起来 他明日让人来拿 让丫鬟婆子洗去 林婉容看了大小姐一眼 却见她脸带粉色 装作没有看见她 正与众人叙话 靠 你这小妞不是故意气我吗 当初打赌是怎么说的来着 回了自己小屋 推门进去 眼前情景却是让人大吃一惊 窗明几净 一尘不染 床上收拾得整整齐齐 屋内还燃着一抹鸟鸟檀香 清幽出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5集 这是我的窝吗 怎么几天没回来就变了样了呢 林婉容巡视了一圈 却见桌上放着几本现装书 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几本金刚经 他忍不住笑了笑 能在这萧宅中念经的 除了二小姐那丫头还会有谁呢 不用说 这屋里肯定是他偷偷来收拾的了 这小丫头吃斋念佛 自然希望林三也能和他一样多送些经文 哪里知道林婉容对什么金刚经毫无兴趣 要是来点玉女心经 说不定倒可一观 第二天 林婉容切切实实地睡了个大懒觉 他现在是夫人小姐眼里的红人 园丁部的工作早就不用干了 除了夫人和两位小姐 无人敢指派他 自然都由得塌了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梦寐以求的生活呀 三哥 三哥 大小姐请你前去医师堂 一起商议事情 林婉容迷迷糊糊的 听到外面传来丫鬟的呼唤 声音听着有点耳熟 林婉容魂不在意 打了个哈欠道 哦 外面的姐姐 你几点 什么时辰啊 五十了 外面的丫鬟笑道 天还没黑呢 你再睡会儿 林婉容自言自语道 外面丫鬟听了 却是急了 哼了一声闯进来道 林三儿 快些起来 林婉容望着 萧玉霜的小脸 笑着道 二小姐 这个怎么这么有兴致 冒充起丫鬟来了 我可承受不起呀 萧玉霜知道 她早就听出了 自己的声音 显然是故意 调笑自己的 脸上一红 哼道 你这人 昨个晚上回来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害我整天担心 林婉容早已起了床 笑道 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 全府上下都知道了 这么大的动静 怎么没有人告诉你吗 二小姐脸上羞难道 我这几日天天念经送佛 不让别人打扰 昨个儿又帮你收拾这屋子 夜里回房 却是念着念着睡着了 不知道你们回来了 这丫头还真是虔诚啊 说到底都是为了我 林婉容心里感动 拉住她小手道 不打紧 你若是累了就好好休息 那佛经不念也罢 天上的菩萨吃的是香火 要的是银钱 可不吃着佛经 我多赚点银子 施舍点香火就可以了 二小姐急忙伸出小手 捂住她的嘴道 林嫂 你不要瞎说 上次你和姐姐安然无恙 都是菩萨显灵 不可不敬 为了你们 念上一个月的佛经 又算得了什么 便是念上一辈子 我也愿意 闻着她手指上的淡淡幽香 林婉容心里一动 惊奇地道 二小姐 你用的可是香水 萧玉霜小脸羞红道 我用了些母亲的玫瑰香水 林仨 好闻吗 好闻 太太娘好闻了 这萧姐娘仨 竟然都喜欢玫瑰香水 嘿嘿 有趣之极 林婉容拉过她小手道 好闻 好闻极了 二小姐 几日不见 你轻茧了许多呀 萧玉霜点点头道 这些时日都吃些摘菜 自然会瘦些了 林婉容盯着她胸部 刚刚发育完成 已经初见规模的贝蕾 正色道 二小姐 你正处在青春发育期 很多地方都长得很快的 光吃摘是不行的 一定要荤素搭配 这样才能促进胸部 全身的发育 来 我来抱抱 看看你到底瘦了几斤 二小姐飞一般的逃开 双颊生孕 修道 你这人 又会欺负我 真是讨厌死你了 姐姐说 我们女儿家的身体 真若性命 可不能让别人给碰着了 林婉容想起 临走那晚 躲在萧二小姐房中 听到大小姐 交给玉霜的女子防狼树 心中大是不爽 嘿嘿笑道 二小姐 那匕首藏在身上十分的危险 不如交给我来替你保管吧 我这人最正经了 从不占人便宜 二小姐轻轻嗡了一声 脸上升起两片红韵 缓缓垂下头去道 林三你不要怕 那匕首乃是我防身的 是防着别人的 你这人虽坏 我却是被你欺压惯了的 便是被你欺负死了 我也毫无怨言 林婉容除了感慨 还是感慨 谁说这丫头只有十六七岁 她说出来的这些话 就是二十六七岁的丫头也未必说得出来 感动死老子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萧玉双臂竟年纪不大 正像花姑朵般 林婉容抱着养肥了宰杀的心态 也不去过分调戏她 只与她说些话 偶尔轻薄一番 相处得也十分美好 林婉容将这杭州一路的建文说给玉双听 她本人便是讲故事高手 语气一扬顿挫 情节曲折婉转 二小姐听得如痴如醉 拉住她手道 早知道这么好玩 我也去了 昨日晨时 姐姐已经派人掀起赶回 抱了此次的经过 林婉 你这次立了大功 母亲对你也是赞不绝口 说你乃是萧家动量 她日成就必定非同凡响 林婉容听得暗自好笑 萧家尽是女人当家 老子这次却是富男能顶半边天了 她现在对萧夫人确实很有些好奇 听徐卫话里的意思 这萧夫人当年在京中也是个人物 连徐文长那样的人物都对她赞赏有加 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故事呢 哎呀 萧玉双语她说了半天话 突然一声惊叫起来 糟了 林三 姐姐还等着你一世呢 我见了你 竟把这事给忘了 你快去一食堂 一食堂 林婉容想起当日擅闯意识堂一怒魏玉双的事情 心里一笑 萧玉双却似是与她心有灵犀 望着她羞涩一笑 轻轻道 你去了可要与姐姐母亲好生说话 莫要再像上次那般莽撞了 你要是不停劝靠这次再挨了板子 可没人去踢你了 林婉容呵呵一笑 离了小屋往意识堂赶去 途中却遇见久违的郭无常表少爷 郭无常正带着四德和几个人高马大的家丁 兴兴兴兴往外走 见了林三 顿时高兴地道 林三 你这次做得好 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林婉容不明就理 只是见郭无常满面春光的骚包样子 也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 便笑道 少爷 此时时辰上早 那庙玉坊还未营业 要交流 也得趁着晚些功夫啊 郭无常尴尬一笑道 林三 我不是去交流去 我这是去陶家店铺里逛逛去 哦 不对 现在应该说是小家店铺了 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啊 看那姓陶的王八再如何嚣张 原来表少爷是等不及了 带着人要去抄家呀 林婉容听得好笑 他知道郭无常对陶东城绝无好感 此时痛打落水狗自然迫不及待 也不知道那姓陶的被人救了没有 一住晴天可不是好玩的 最起码要到瑶子找三个小妞才能解决 真替他脆弱的海绵体担心啊 林婉容赶到议食堂的时候 大小姐和萧夫人皆是在场 萧家各地的管事也都正襟危坐 似乎在等着她的到来 萧夫人见了她 含笑起身道 林三 辛苦你了 林婉容笑道 夫人太客气了 我只是一个跑腿的 最辛苦的是大小姐呀 萧玉若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事情的经过 我都听玉若说过了 此次杭州之行 我们萧家不仅重新读得了金陵商会的龙头地位 而且还获得了陶家补装 林三 你的功劳最大 我一定重重有赏 萧夫人笑着道 哪里哪里 夫人过奖了 正是有了夫人高屋建领 高瞻远瞩的眼光 加上大小姐她是肯干的英明作风 我们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我不过在中间起了一点小小小小的作用而已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啊 林婉容谦虚道 大小姐强忍住笑听她卖乖 对大厅中的管事道 林三此次功劳最大 我与娘亲商量好决定 日后林三可如意试堂自由意试 诸位可有意义 这在座的都是萧家的宗亲 见一个小小家丁竟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心里自然不服气 不过情语楼上林三与大小姐熬战逃东城的故事 早已流传开来 特别是那神鬼莫测的油锅洗手 也让他们心惊 便无人提出反对 林婉容寻了个座位坐下 四周一瞅 心道 老子这算是进了萧家的董事会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个萧家董事长 大小姐见林婉容坐定 微微一点头对众人道 此次接手陶家不庄的事情 如何顺利方便 我想听听各位管事的意见 在座的管事是萧家宗亲 但大小姐做起生意来很有魄力 只称管事 不称书博 厅中一人站起来道 欲若贤侄女 要接手陶公子的布装 此事万万不可 这个人林婉容认的 当日易救二小姐的时候 就是这个管事从中阻挠 林婉容还与他骂过一阵 好像是萧老爷的堂弟 记得萧夫人曾叫他四弟的 果然 大小姐听完她的话神色一变 冷冷说道 有何不可 四叔倒是说来听听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6集 那四叔阵阵有词道 欲若贤侄女 陶与陶大人乃是苏州之造 掌管江苏一省之访大事 我萧家经营布装多年 与苏州之造乃是休期相关 多年来相安无事 补也甚好 萧家的经营 都还指望着陶大人多多关照 怎么能与他们唱反调呢 如今却为着这事 得罪了陶公子不说 更是开罪了陶大人 只要支造大人一句话 我们不装连生存都是问题 这对萧家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生存 若没临三 我们早就被那陶家吞并了 还到哪里谈生存 萧玉若哼了一声 咬着嘴唇问道 那一四叔之见 应当如何处置为妥呢 四叔道 贤侄女 四叔我比你多活了这些年 见识的事情多了 依我浅见 倒不如把这陶家布庄归还陶家 以示我萧家诚意 以及期盼双方修好之意 果然是浅见 还真他妈浅呢 照这个老头的意思 怕是巴不得萧大小姐和陶家联姻 以示修好吧 林婉容对这个什么狗屁的 萧家远亲四叔比事无比 典型的绥靖政策 还说得冠冕堂皇 大小姐忍住怒火道 四叔 自陶家经营布庄以来 我们与他们经营上的冲突 也非一次两次了 四叔叔要与陶家修好 但侄女却要反问一声 以那萧家的所作所为 何时曾与我们修好过 上次逼我萧家与她联姻 此次杭州之行 更是占着金陵商会龙头的身份 与杭州商会勾结一起刁难我萧家 若不是林三相助 我此刻恐怕已经 大小姐吟牙一咬不说话了 林婉容知道她话里的意思 这些萧家的族亲们 坐着说话不腰疼 只会等着拿银子 哪里明白大小姐一个弱女子 在外拼搏的艰辛呢 此次若不是老子有两把刷子 萧家真的就被逃东城打垮了 那四叔还带再说 林婉容忽然站起来笑道 看不知这位管事贵姓啊 那四叔管事傲然道 我萧家族谱排行第四 你要叫一声四老爷 嘿嘿 原来姓萧啊 听这位老爷谈了半天 我还以为你姓陶呢 林婉容嘿嘿道 那萧四老爷面色一变怒道 大胆 这里哪有你放肆的地方 大小姐见林三出头 感激看她一眼 对那四叔声应的道 四叔此言诧异 准许林三进入议事堂议事 乃是我与母亲的决定 方才诸位管事业已认同 她现在身份与你相当 再次说话 又有何不可 那管事白眼一翻 找不出话来反驳 她是认识林婉容的 当下怒看她一眼 没有说话 打嘴仗 林婉容还没怕过谁呢 她冷冷一笑道 这位萧四老爷 方才口口声声 说着要与陶家修好 要为陶家着想 我还以为四老爷 是陶家的一员呢 没想到原来是我们萧家中人 一个萧家人 吃着萧家的 喝着萧家的 不想想怎么为萧家尽力 反而整日想着维护别人 宁愿损了萧家利益 也要去讨好他人 实在让人好生诧异啊 萧四老爷怒声道 我这是为萧家基业着想 不愿意望着祖宗基业 毁在你们手中 你妈的 你一个萧家远亲 还在祖谱上找来的 扒杆子打不着 也好意思来说 为萧家祖宗基业着想 怕觊觎萧家财产 才是真吧 林婉容眼睛毒辣 这个萧四老爷 数次都跳出来 为陶家说话 上次差点连累郁霜 和自己挨板子 这次别人都安安静静 他却又跳了出来 难道真的是他刚直不阿 狗屁 看那双三角眼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收了陶家的好处 就是想夺萧家的财产 跑不了 为萧家基业着想 四老爷 夫人乃是老太爷儿媳 大小姐二小姐 乃是老太爷嫡亲孙女 你为萧家着想 难道他们便是故意为难萧家吗 归还店铺已是修好 这两句话说得容易至极 却是让萧老太爷蒙羞 陶家狼子野心处处为难萧家 前次有强迫连营之事 此次杭州之行更甚 陶家如何联合这商 如何欺负萧家 整个金陵商会都是亲言所见 人人皆为萧家鸣不平 难道四老爷你就没有耳闻 任谁都知道 陶家要对萧家赶尽杀绝 可是有人却一再为陶家说话 奇形诡异 奇心难测 莫不是想从中间 唠些什么好处 林婉容望着四老爷 掷地有声说道 这几日金陵商界流传着杭州情语楼之事 萧家以一己之力 历据金陵杭州两地商会龙头的联合压迫 早已为人所知 重商虽是嘴上不言 心里对萧家的抗争还是深感佩服的 对萧家重新出任金陵商会龙头 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 在座的都是经商之人 这些事情自然听说了不少 这林三说的句句在里 倒是那个萧四老爷一再为陶家说话 让人心里生疑 你胡说 我哪里收了好处 远亲萧四老爷一下子跳了起来 眼中阴光一闪 大声道 欲若孤女寡母难免受人利用 你一个小小家丁竟能登堂入室 不是你迷惑了他们又是什么 大胆 大小姐还未开口 久未说话的萧夫人重重一拍桌面 站立了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萧夫人面带寒霜 眼中神光一扫 厅中诸人皆是浸若寒蝉 那四老爷偷偷瞄了一眼 便低下头不敢说话了 夫人冷冷说道 哼 我萧家姑女寡母一心经营 素不惹事 但若是有人以为我们怕了她 那却是看错了 我虽是一介女子 新年却也上过朝堂 会过六部 败过皇帝 何曾怕过谁来 我萧家便尽是女流之败 那也不是人人能够编排的 今日议事堂中 萧家祖宗面前 有人敢欺负我萧家 我定然不能轻饶 夫人一说话 这萧家的遗老遗少们 就再不敢置身了 大小姐虽然也有些气势 但毕竟年岁还轻 威望不及母亲 萧夫人面沉如水 眼光在众人身上巡视一圈 无人敢与她对视 由此可见威望之胜 林婉容心道 这萧夫人还真有些威严 听她话中说 当年她在京中还上过朝堂 不知是真是假 以她年岁来看 当年在京中的时候 不会超过二十岁 又怎么会拜过朝堂呢 这位郭小姐还真不简单呢 林婉容见众人不敢说话 心里忍不住好笑 都说这是男尊女卑的社会 可是这一群大男人 被大小姐母女几句话 呼得头都不敢抬 也实在无趣了些 数十号人 唯有林婉容神情怡然自得 她见识过的人物多了 从朝廷一品大员 到地方高级首长 还真没怕过谁呢 萧夫人在打量别人 林婉容却在打量她 这萧夫人虽是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了 却是肌肤经营 面颊生韵 身材窈窕 魅力动人 望着变相三十不到的花信少妇 此时怒气之下柳眉凤眼 苏兄极颤 更是雍容华贵 艳丽无匹 气质十分的高雅 萧夫人目光冷峻 巡视四周 望着林婉容的时候 倒是温和了许多 面上带着笑意 微一点头 以示赞许 萧夫人哼了一声道 萧四伟 你父亲与老太爷乃是同宗同族 我便依了族谱 请你入萧家事务 聘你为管事 乃是希望你看在同族同宗的面子上 为萧家尽心尽力 但你却不思进去 平日里胡作非为 暗地里还收了别人的银钱 以赤步冲上好私仇 败坏我萧家名声 我看在你父亲的面上 数次饶过了你 便是希望你悔改 但你所作所为 实在让人失望透顶 显日更是如我母女 如我萧家祖先 我不罚你 天理难容 今日我便罢出你这管事之职 责罚一百大板 你还有何话可说 夫人望着那四叔 言辞说道 那萧家四叔脸色苍白 大声道 你敢 我是萧家宗亲 谁也不能这样对我 你们不听我言 吃亏在前 那陶大人今日便到了金陵 与他合作才是正途 否则 唯有死路 拉下去 正则一百大板 逐出家门 萧夫人怒道 几个榜大腰圆的家丁便冲了进来 将四叔拉了出去 不一会儿 一阵惊天惨叫便传了过来 原来还真是一叛徒啊 林婉容无奈摇头 这家伙早已经恶行累累 也亏萧夫人能忍他 换了我 早就让他滚蛋了 萧夫人面色一板 对大厅中诛人道 我萧家已被逼致死 哪里还有退路 诸位管事只管想了发 协助裕弱 接收陶家布章 其他事情皆不用理会 他望了林婉容一眼 脸上浮起一丝欣慰的笑容 红唇清起 低声说道 林三 你跟我来 戴阿尔人进了旁边厢房 萧夫人望着他一笑道 林三 你觉得预伤如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7集 来了 来了 林婉容心里暗道 这不明显是色诱来了吗 问我对二小姐的观感 难道是要为我和二小姐做媒 可是老丈母娘亲自来做媒 规矩不对 好说不好听啊 林婉容虚情假意地笑了几声道 二小姐 大家一向都觉得她很好啊 天真活泼 美丽善良 每个人都喜欢她 她言之凿凿 萧府的丫鬟下人们 要是听见她这句话 定要气得吐血 三哥来萧府之前 二小姐是什么样子的人 人人都清楚 这一向二字 从何谈起啊 夫人笑着忘了她一眼道 我是问 你觉得她如何 这个 夫人 我和二小姐 一向交往不错 林婉容模糊不清地道 额头汗字引现 夫人这样问 也未免太直接些了吧 我还没准备好呢 她脸皮虽厚 只是面临这事 还真是不好张嘴 夫人见她神色极不自然 忍不住笑道 李三 我尚是首次见你如此腼腆 莫非以前真的是我孤陋寡闻了 靠 仗着是丈母娘就调戏我 太不地道了吧 林婉容愤愤不平地想到 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和和笑道 夫人 其实那是别人误会我了 他们只看到了我放荡不及的外表 哪里知道我真正的内心 是十分的脆弱和渴望安慰的 萧夫人纵是严肃无比 听到她如此信口开河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良久才到 林三 早听玉若说你舌生脸花 晚日我还不记心 今天总算见识到了 林婉容见她笑得花枝乱颤 十分美艳 心道 我这样说话 你当然是头一次见到 此乃临时风格 举世无双 除了我 你还到哪里听去 林三 你是哪里人士 家中还有何人呢 萧夫人又道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夫人第二次 问起这个问题了 上次是新丁刚进府 夫人看望新丁时候提起过的 林婉容笑笑道 我是京楚人士 家中无田无房 无妻无良 只剩我一人 夫人轻轻嗷了一声道 哦 你也怪可怜的 接着叹了口气道 唉 你虽可怜 我萧家却比你强不到哪儿去 林婉容不去接她话茬 听她继续说道 我萧家 孤女寡母 一心经营多年 虽是有些成效 但终究是举步为奸 朝中无人 又家中无男 便是我与玉若再勤奋百倍 也终是沦为别人笑柄 夫人脸上闪过一丝欺然之色 在这个时代 经商之人本来就身份为一介 何况萧家自老爷去世之后 再无男丁 人丁惨淡 唯有靠女子称其天下 即便夫人和大小姐再强势 处在这个潮流中 又怎能不让人笑话呢 林婉容点点头 心道 你和我说这些也没用啊 你赶紧找个老公才是正事 或者让大小姐招个入赘女婿 二小姐的主意你就不用打了 我姓林的绝不入赘 玉霜嫁入我林家才是正道 夫人感慨了一下 抬头笑道 我与你说这些做什么 物色坏了心情 便说说玉霜吧 林三 你是聪明人 玉霜的丫头对你有些情意 我是知道的 夫人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望了林婉容一眼 似乎想看看她什么反应 林婉容是什么人呀 酒精考验 哪能轻易被她这句话打动 便装作没有听到般 听她继续说下去 夫人见她没有动静 叹了口气道 唉 这件事我原本不慎赞成 余少年纪还小 现在还不涉及此事的时候 何况你们身份相差太远 说出去怕是更叫人笑话 林婉容心道 什么狗屁身份 你说的好听 这不过是你们这些所谓的豪门大户 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在老子眼里身份就是个狗屁 我和二小姐相好怎么了 家丁偷小姐那是时尚 老子就好这一口 大不了脱了这身青皮不干了 偷了二小姐私奔出去 看你还说什么身份 夫人见她神情不屑 似是知道她心中所想 笑道 你不要焦急 这些是我以前的想法 作为一个母亲 为着女儿着想 这种心情希望你能体谅 但近些时日 关你言行举止 虽说不上正规正矩 也颇有些才华 她顿了一顿 接道 你来我萧家这些时日 确实是尽心尽力 为我萧家出了不少主意 费了不少心思 先不说那香皂香水 单单是凌微相就愈弱 便让人感动感激 此次去杭州 又利索桃家 找我萧家掩面 可以说是居功至尾 我这再无理阻拦 不仅过于蛮横了些 也有些说不过去 林婉容心里一喜 面上可没有表露出来 这萧夫人说话可就好听多了 哪像大小姐那般蛮不讲理 凶巴巴的 还教玉霜些什么女子防狼术 明摆着是要提防我 害我提心吊胆的 萧夫人正色道 不过 林三 你却莫以为 我便正是从了你 玉霜现在年纪还小 许多事情还分辨不清 我希望能看见他自有发展 让他自己选择 你也不许用些墙的手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佳丁 自由好啊 就怕你不给他自由 林婉容暗道 其实萧夫人说的这些 林婉容早就考虑过了 她泡妞最讨厌用强制手段 偷人先偷心 这是她的治理名言 二小姐才十六岁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也是极易哄骗的年纪 只要林婉容对二小姐好一点 甜蜜话多说几句 保准让那丫头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她对自己的泡妞本事深信不疑 林婉容常常虚了口气 笑着道 夫人对我太好了 林三实在是感激不尽 若不是夫人太年轻 我便要将夫人供上佛堪 常年拜上一拜 夫人奄然一笑道 林三 你莫要把哄骗人的那一套 拿来骗我 我却不吃你这一套 林婉容见她笑颜如花 脸颊生韵 很明显的这一记马屁排的正是地方 她暗自好笑 心道 你不吃这一套 我信了你那才叫见鬼 那就谢谢夫人了 林婉容谦逊道 萧夫人摇头道 你莫要急着谢我 这事我却先要与你说清楚 我方才话里的意思 想必你也听明白了 你玉霜之间的事 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见林婉容点头 萧夫人接着道 玉霜年幼 上面还有玉弱 他们姐妹俩感情深厚 玉霜也急听玉弱的话 你玉霜之间若想有好结果 便要想些办法 过了玉弱那一关 我是两不相方 玉弱对你们之事 吃何态度 我也爱莫能助 林婉容长长地呕了一声 靠 阴谋 这是大大的阴谋 萧夫人绕了这么大半天圈子 原来是玩了个太极推手 她名义上是将主动权 交给了大小姐手里 要让林婉容使劲浑身解数 过了萧玉弱这一关 实质便是让林婉容竭尽全力帮助萧家 二小姐勾住林三 再用大小姐管住二小姐 这一手确实够高 其核心用意就是要绑住林三这个人才 现在可以说是成也大小姐 败也大小姐 大小姐的作用从来没有这么突出过 萧夫人说了半天 却等于什么都没说 偏还卖了个大大的人情 果然不愧执掌了萧家多年 精明的无话可说 林婉容这种老油条 三两下便将事情看了个透彻 想用玉霜勾住我 嘿嘿 谁勾谁还不一定呢 搞定大小姐 没有比这个更有难度 更有挑战的事情了 我喜欢 管你什么阴谋阳谋 只要是小妞 我林三哥怕过谁呀 夫人见林三脸上微笑的神情 知道瞒不过这个精明人 苦笑了一下 心道 若是我萧家有像林三这样的男丁 哪怕只有半个 哪里还用得着我耍这些心眼啊 夫人叹了口气道 唉 林三 听说这次在杭州 你们遇见了文长先生 还听说文长先生很赏识你 不知他进来可好 林婉容点头道 徐先生很好 他还托我转答对夫人的问候呢 萧夫人眼望窗外 轻轻一叹道 唉 难得文长先生还如此寡怀 此京城一别 与时二时寒数 故人却再无相见之心 这时光 也太无情了些 林婉容见夫人如此感慨 心道 难道夫人有什么老乡好留在京城 仔细看她脸上神情 神色虽是惆怅 眼神却清明无比 不似怀念什么人的样子 倒像是纯粹的感怀 这个萧夫人还真是个有故事的人呢 林婉容心里暗道 她从房中退出来的时候 大小姐正在外面徘徊 见她出来 急忙道 林三 娘亲与你谈了些什么 林婉容笑着道 也没谈些什么 只是说了些男婚女嫁的事情 大小姐愣了一下道 什么男婚女嫁 林婉容呵呵笑道 夫人说要将二小姐下嫁于我 萧玉若脸色一变 哼道 做梦 就知道你会是这副脸色 林婉容无奈一笑 还没开口说话 就见四折惊慌失措地 从外面跑了进来 大声叫道 三哥 大小姐 不好了 出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8集 四德 别慌 一定要镇定 天塌下来 有夫人和大小姐先扛着 接下来才轮到咱们呢 林婉容呵呵笑道 大小姐狠狠白了她一眼 四德气喘吁吁 上气不接下气 又急又慌地道 三哥 大小姐 不好了 表少爷 表 表少爷被人打了 什么 被人打了 林婉容惊道 表少爷虽然骚包 但也不是个会惹事的主 何况以萧家的物力财力 在金陵 虽说不上横着走 也不是人人都敢欺负的 怎么就有人把表少爷给打了呢 妈的 打狗也要看主人呀 不知道吴长少爷是我林三哥招的吗 谁 谁大表哥 大小姐急忙道 林婉容疏地响起 表少爷是带着四德己人 狐假虎威地跑去陶家的店铺抄家了 莫不是陶家的人把他打了 四德己道 我们和表少爷去接收陶家的店铺 正巧碰到陶家老爷 他们二话不说就开始殴打我们 还抓了表少爷 小的拼死逃了回来 就是为了向夫人和小姐报信 现在我就回去救少爷 救个屁呀 你小子逃跑就逃跑了 还说得冠冕堂皇 跟老子有的一比 不过这一点也算没做错 打不赢就跑 这叫机智灵活 不跑还等着挨打吗 大小姐听了她的话 焦急道 我们这边还在山岚如何处置这事 表哥怎么这么忙撞就去了呢 一会儿功夫都等不及了吗 陶家老爷 是苏州制造陶宇吗 林婉容对大小姐道 看来刚才那个什么萧四老爷说得不错 这个陶宇果然急匆匆赶到金陵来了 但不知陶东城和那个陶家小妞怎么样了 大小姐怒气冲冲的道 正是此人 表哥虽然矛撞了些 但那陶家店铺已经属于我小家 表哥去接受理所当然 陶宇怎么可以随便抓人随便殴人 我去与他说礼去 林婉容急忙一下拉住他道 大小姐 你疯了不成 和当官的说礼 官字两个口 你到哪里与他们说礼去 林婉容可不是矛头小子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要与官斗 比的就是实力 林三 你说怎么办 大小姐略意沉吟 林三说得极对 做生意他也许有万般手段 可是要斗恶人 还得林三这恶人出马呀 表少爷虽然骚了点 但是对林婉容还是不错的 何况又是郁霜的表哥 说什么也不能让姓陶的欺压了 妈的 这姓陶的摆明了官商议题 又当裁判 又当运动员的 糊弄百姓呢 自得 你马上去总督洛达人府上 去请和我们一起回来的高求高大哥 将这里的事情对他讲一遍 再请高大哥转告洛达人 就说请洛达人去陶家店铺 看看他手下的官员 是如何欺压良善 与肉百姓的 林婉容吩咐道 大小姐听他如此说法 急忙道 林三 你这样说话 洛达人怎么会来 林婉容嘿嘿一笑 我和老洛小洛都是哥们 我还是他们心里的贵人 老洛要不来那才怪了呢 他神秘一笑 不去搭理大小姐的话 对四得道 你快去吧 务必找到高大哥 这事办成了 我请大小姐加你的俸禄 谢三哥 谢大小姐 四得欣喜的去了 大小姐见他神秘模样 忍不住道 哪里要你随便给人家许些好处了 你这人越来越自以为是 他见林三安排妥大 心里平静了许多 他嘴硬心软 不肯拉下面子来 便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了 林婉容与大小姐来到陶家店铺的时候 却见门口围着许多百姓看热闹 表少爷郭无常被陶家的几个家人使劲绑住 正在骂骂咧咧 林婉容眼神搜索一圈 没看见陶东城与陶婉英兄妹二人 到见正中处 站着一个身着官服的胖子 与陶东城有些相像 很有些官微 想来应该就是苏州制造陶宇了 陶家的下人不断地来来往往 将店铺中的布匹搬往门外的马车上 无耻 大小姐轻轻骂道 萧家还未来得及与陶家进行交接 陶家搬走多少布匹 萧家就损失多少 他们将这布匹转移 就是想让我萧家得个空壳 实在是无耻之极 大小姐恨恨道 林婉容点点头 他们采取的方法虽然无耻 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 布匹固然是一笔收入 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更值钱的是店铺房产这些不动产 这些是固定资产 也是他们的销售渠道 没了渠道 他们就是有再多的布匹 也要烂在家里呀 大小姐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点头嗡了一声 看见郭无常的惨样 忍不住叹口气道 表哥行事确实毛状了些 这次吃了亏 下次看他还不学聪明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我看未必就是坏事 说不定还是好事呢 我们要接收陶家的店铺 有些小冲突总是难免的 经过表少爷这么一闹 人尽皆知 舆论对肖家十分有利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林婉容冷静分析道 大小姐想了一下 确实也有些道理 便看了他一眼不说话了 林婉容正等得不耐烦 背上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一个爽朗的声音道 林公子 我来了 他回头看去 便见高手高求兄弟二人 站在自己身后微笑 林婉容嘿嘿一笑 辛苦两位高大哥了 眼前的事情 两位大哥已经清楚了吧 高求点头道 林公子请放心 我临走前 徐大人已经交代过了 陶东城里有字句 又有徐大人亲自作证 那陶家想抵赖也是不行的 这样说来 我们的行为 岂不正义之极 正当之极 林婉容笑着说 眼中闪过一丝戏谑 高家兄弟二人一起大笑 林婉容跟在大小姐后面走了出去 表少爷一见他二人出现 立即高声叫道 表妹 表妹 快来救我 林婉 快来救我 大小姐走上前去 对着陶宇盈盈一礼道 民女肖欲弱 见过陶大人 陶宇嘿嘿冷笑道 笑得小姐好大的气派呀 竟然派了人来拿我陶家店铺 哪里还把本官放在眼里 你这一礼本官可当不起 日你这个狗官 拿着手里的权力做生意 还有脸皮要人家把你放在眼里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 林婉容望着肥肥胖胖的陶宇 心里冷笑道 萧大小姐正色道 大人何出此言 欲弱经商多年 一向客气手法 所言所行 皆是以我大华绿力办事 不知大人此言何意 陶宇冷声道 萧大小姐 你今日派了人来 口口声声说要接管我陶家族产 却不知道是何道理 本官贵为苏州之造 掌管一省纺织之事 事物何等繁忙 哪里能容你如此放肆 萧玉若横道 陶大人 我萧家接手陶家布庄的事情 在金陵商界乃是人尽皆知 大人莫非真的不知道 此次杭州金陵两地年会之上 陶公子与我萧家立下赌约 赌了这陶家的布匹商铺 可惜陶公子连输两局 便依照约定将陶家店铺输给了我萧家 有陶公子的文书为证 有金陵杭州两地数百客商在场亲见 还有文学阁大学士 户部尚书徐卫大人亲自公证 此事作假不得 从陶公子立下文书那一刻起 这陶家的店铺便已属于我萧家了 我萧家按照约定来接收财产 合情合法 有何不对 大人虽是贵为杭州之早 却也无权随意抓人 我表哥并无罪责 也无过错 大人因何无过殴打 请拿我表哥 萧玉若语气虽是温婉 话音却慷慨激昂 置地有声 围观众人听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萧大小姐 见她不畏权贵 又生得如此风姿 便直觉地对她产生了好感 自古民不与官斗 今日萧大小姐当街据礼力争 这种胆识气魄 让普通百姓心里畅快 待到大小姐讲完 人群中便猛地爆出几声好来 陶宇眼珠一转 面色一整道 萧大小姐 那杭州赌约之事 乃是有人故意陷害我而东城 此事还待彻查 我已经抱起了江苏都指挥使 程德程大人 程大人将亲自派人查问此事 还我陶家清白 你那赌约作不得数 我日果然不愧为当官的 脸皮厚到了这种程度 那程德是军队派系的 你是政治派系的 就算是秉明上面彻查 也应该是秉明江苏总督洛敏 甘成德那老王吧鸟是 再说 这事儿乃是那么多人亲眼所见 你说推翻就推翻了 妈的 狗官就是狗官 沆瀉一气 也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肖大小姐听着陶宇如此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气得翘脸通红 怒声道 陶大人此言何意 莫非是怀疑江浙两地数百商客的眼力和智慧 亦是怀疑户部上书徐位徐大人的公正 那就请陶大人将令公子请出来 我肖欲若 愿当着在场所有金陵父老的面 与他变上一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29集 林婉容急忙拉了大小姐一把 你这小牛气糊涂了 现在有陶东城亲自立的字句在手上 只管接收陶家就是了 还辩论个屁呀 即便是肖家欺诈 你们姓陶的也只有认了 陶东城干了那么多坏事 老子讹诈他一回 你有种咬我呀 陶宇道 我儿东城昨日不慎染痒 险正在家中调养 带到伤好 再与你对斥不齿 调养 怕是在哪个小妞儿的肚皮上调养吧 林婉容想起自己的杰作 心里好笑 大小姐哼道 陶大人 我只是一介民女 你是朝廷命官 自然比我懂得更多的法力律条 他自怀里掏出一张契约 正是当日陶东城在情语楼上签字画鸭的字句 此字句乃是陶公子在情语楼所立 尚有陶公子签字画鸭 还有一品大学是徐卫大人亲笔签名 以示他亲自公正 这字句便是名正 事实俱在 陶大人莫非也要否认 大胆消欲弱 你竟敢蒙骗本官 徐大人乃是当朝贤臣 地位何等尊贵 你一介女子 如何能识得徐大人 这印信怕是你伪造的吧 陶宇刁瞒得道 大胆 高求走上前去 指着陶宇怒喝道 你这小小芝麻官 竟敢怀疑徐卫大人硬见 狗眼掌到天上去了 你是何人 陶宇见着人又高又壮 眼神犀利 急忙大叫道 高求自腰里摸出一个金黄色令牌 在他面前晃了晃道 我乃宫中一品戴刀护卫 奉徐命保护徐卫大人 这书上印件乃是徐卫大人亲笔所提 他担心有人耍诈 特意嘱托我到金陵澄清此事 你这狗官见了印件却故作不实 莫非是要反了不成 高求在宫中做护卫 见识的都是王公大臣 这苏州之灶在他眼里只是一个芝麻官 皇帝身边的人 即使是没有官职 也是逢官大三分 他口口声声骂陶宇狗官 陶宇自然不敢说话 大小姐也不予陶宇废话 将那字句交予林婉容 林婉容拿着那字条 在场中诸人面前走了一圈 将字句抖得哗哗作响 各位父老乡请看清楚了 这是陶东城亲自签字画鸭 要将陶家布庄转让给我萧家的名证 我们大小姐仁爱慈德 不愿故意刁难陶家 才给了他们一日时间搬迁 哪里想到今日这陶家竟然如此嚣张 不仅殴打了我萧家派出的接收代表 还要抵抹这字句 就连自己亲自签字画鸭的字句也不认了 陶大人是当官的 但我想请问一下诸位父老乡亲 当官的便可以随意欺负我们这些善良的百姓吗 今日欺负了萧家 明日他会不会再欺负张家、李家 这世上难道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林婉容画里半真半假 骚包的表少爷在他口里摇身一变 成了萧家派出的接收代表 是正义的使者 勇敢的化身 表少爷听得心里大爽 昂首挺胸道 放开我啊 快放开我啊 林婉容的最后几句话 极具挑逗性 摆明了要挑拨和谐的官民关系 人群中立即爆出一阵放人放人的高喊声 不一会儿 那声音引发一阵共鸣 变得越发强烈了起来 大小姐见人群中起哄的几个人 看着甚是眼熟 像是萧家内府的家丁 她甚至还看到了萧峰与四德二人 人群之中就属他们叫得最欢 林婉容对她打了个眼色 威威一笑 没错 这就是托 陶宇见民情激愤 忍不住脸色一变 退后了几步 高声喝道 关门 江苏总督 骆大人到 一声长叫 惊醒了场中众人 一席小叫 从远处摇摇晃晃台来 林婉容暗自出了口长气 骆敏这个老狐狸 总是选在关键时候出场 想是要下掉我的小命吧 不用说 这老小子之前 肯定是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 看好戏 见大小姐已经变得 陶宇无话可说 她才现身捡个现成便宜 听说总督大人来到 人群中安静了下来 林婉容打了个眼色 四德便带着一众托儿们撤退了 骆敏舔着个大肚子 下了小叫 故作严肃的四周一望 板着脸道 本官出城办事 路经这里 却见这里民众聚集 究竟出了何事 此地为何如此喧哗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下官陶宇 见过首县大人 陶宇见识总督大人亲自来到 急忙上前拜见到 他暗中勾结成德 但也明白 这骆敏绝非他一个小小的苏州之灶 能够得罪得起的 咦 陶大人你也在此 何时从苏州返回的 为何本府没有得到消息呀 骆敏打着官签道 朝廷命官 未经上线调遣便私自善离 论起罪责来也是不清的 若是骆敏就此掺上一本 够陶宇喝一壶的 陶宇急忙恭敬道 下官因家中急事返回金陵 因事态紧急 尚未来得及告假 正要去大人府上禀报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大人 骆敏长欧了一声道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陶大人家里有急事 这也情有可原 本府不会追究的 只是今日这些民众聚集你府前 所为何事啊 呃 这个 呃 只是一些民间琐事 下官已经处理好了 不敢劳动大人挂怀 陶宇恭敬的道 哼 何为民间琐事 陶大人说得轻巧 大小姐冷笑一声 缓步上前 对骆敏恭敬行礼道 民女骁欲弱 见过骆大人 还请大人为我萧家做主 还我萧家一个公道 骆敏看了一眼陶宇道 萧的小姐何出此言 你乃是萧阁老后人 谁敢欺负于你 怕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吧 萧玉若将那字句双手成煞 恭声道 此上印鉴乃是徐卫大人亲笔所提 赌约乃是徐大人亲自公证 徐大人还特意委派了 宫中一品护卫高求大人 亲来资您证明此事 请大人详查 高求一报全道 禀告骆大人 这赌约之事乃是徐大人亲眼所见 并提笔为证 我便特地为此而来 骆敏点点头 看了一眼那印鉴 惊道 真的是文长先生亲笔 他看完那字句上的内容 眉头一皱 将陶宇拉到旁边 轻轻道 陶大人 这真的是令狼首音吗 陶宇咬牙点头道 是的 诺敏叹道 唉 陶大人 不是我说你 只是令狼这次实在是莽撞了些 这陶家店铺 怎能轻易拿去与人赌呢 还签上字画上了鸭 做成了铁证 陶宇重重地叹了口气 陶东城少年老城精明能干 做事一向令他放心 只是这次为什么会折挤在肖家身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洛敏继续卖好道 陶大人 你我同在一省为官 又有鼠疗之谊 若是平日 我定然是要帮你将这事压下的 可是坏就坏在 令狼惹谁不好 还惹上了徐卫大人 便是我现在将这字句撕了 也还有徐卫大人之情 那徐大人是何许人物 你我皆清楚得很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我合在一起 也还不够徐大人 一个小指头的力气 叫我如何帮你呀 洛敏小眼紧眯 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像是真心为陶家着想 陶宇沉眉不语 意志消沉 二人似乎都在发愁 除了林婉容 其他人哪能看出 这二人是貌合神离 各位其主呢 洛敏对陶宇又低语了几句 陶宇脸上一惨 看了大小姐一眼 猛哼了一声 思索良久 终于还是狠心点了点头 洛敏走过来 对着萧玉若笑道 萧大小姐 这事情中间有些误会 我已与陶大人解释清楚了 既然是徐卫大人亲自做宝 这中间定然不会有差池 陶大人已经答应 将陶家布庄转给萧家 希望大小姐牢记陶大人教导 好生经营 莫要让陶大人失望了呀 既如此 欲若谢过陶大人的声明大意 也谢过洛大人秉公直断了 大小姐娇言含笑轻声说道 陶宇怒哼了一声 拂袖而去 林婉容偷偷对洛敏老狐狸 竖起了大拇指 洛敏黑黑一笑打道回府 他就是专门为了这事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陶宇一走 陶家的下人自然也不会留下来了 陶家布庄布匹连同房产 街都归了小家左右 按照林婉容的话说 这次真的是发达了 奶奶的 娶上一百个老婆 一人坐上一百件衣裳 这布匹也花不完 盘点 验货 接收 大小姐兢兢业业的忙碌着 对这些琐碎的事 林婉容却是一点兴趣没有 老子天生就是当董事长的料 他望着大小姐的身影 嘿嘿一笑 忙碌起来倒还好 这一闲下来 他却浑身不自在 天气越来越冷了 再过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过完年要北上京城寻找清悬 二小姐可以跟着一起去京城求学 只是瞧瞧怎么办呢 难道要把那妮子一个人留在金陵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他想着心事的时候 人已到了时为先楼下 瞧瞧惊喜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大哥 你回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130集 林婉容抬头一看 瞧瞧像小鸟一般飞快地 从楼上奔下 跑到他身前 欣喜地望着他道 大哥 你回来了 瞧瞧脸上满是思念的泪光 几天不见 虽还是一样的明艳可人 但脸颊似乎消瘦了许多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林婉容拉住他小手 点头笑道 昨儿个夜里就回来了 今天上午处理了一些事情 现在才得了空 小鸟伯 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呀 他说着 还轻轻在乔乔手心里挠了几下 骚包得很 此时正值酒楼用餐高峰期 林婉容肆无忌惮地拉住 乔乔的小手调笑着 乔乔羞得脸色通红 不敢抬头见人 只是心里的甜蜜洋溢在了脸上 乔乔拉着林婉容直接上了四楼 放眼一看 却见老董青山都在 金灵才女洛宁也正微笑望着自己 今儿人怎么都道得这么齐呀 在迎接我吗 大家太客气了 林婉容笑着说 见洛宁笑意吟吟便道 洛小姐 咱们可有几天不见了 这一向过得可好啊 洛宁心道 从你怒打侯公子算起 到从杭州返回 也不过五六天时间 用得着你这么虚假的问候吗 他暗自好笑 点头微笑道 林大哥 我这几天过得还好 不过 还是比不上你啊 林大哥在杭州的事迹 如今 已经在金灵广为流传了 巧编玉石 油锅洗手 见所未见 神乎其神 怕都被人编成评书了 你去酒楼茶寺 没准还能听到呢 他掩住小嘴 咯咯一笑道 待会儿林大哥 可要好好给我们讲商一讲啊 巧巧也以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林婉容心里惭愧 哪里哪里 不过搞了点封建迷信而已 应该批判才对呀 他哈哈一笑道 哈哈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圈礼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骆小姐关心工艺 异注孤残 这些事情才应该好好宣扬啊 骆宁俏夹声韵 不好意思再说话了 林婉容看了巧巧一眼道 今天人这么急 巧巧 你们是不是在商量什么事情啊 东巧巧甜甜一笑 将他按在旁边的椅上坐下道 大哥 你回来的正好 我们的确是在商量事情 郑巧宁姐姐也有事寻来 我们便请他一起商讨了 林婉容见巧巧说话的样子 虽还是那样娇憨痴缠 却多了几分成熟干练 即便暂时还比不上肖玉若老练 但看在林婉容眼里却很是欣慰 酒楼管理是最锻炼人的 巧巧从一个小小的丫头 正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成功的经营管理者 哦 是什么事儿让我们的乔乔老板 召集了这么多人开会呀 林婉容调笑道 手却在桌下拉住了乔乔的小手 乔乔面色羞红 小手紧紧抓住他大手 脸色通红道 大哥 你也来取笑我 明明你才是掌柜 骆宁见他二人打情骂俏 忍不住开口道 你二人啊 也不用推辞了 一位是老板 另一位是老板娘 林婉容一拨家丁小帽 骚骚一笑 潇洒道 正该如此 骆小姐一语说中我心里话呀 乔乔又喜又羞 望了骆宁一眼 娇声道 宁姐姐 你也来取笑我 话虽如此说 挂在他脸上的幸福红韵 却是人人都能看见 众人皆都轰笑起来 乔乔低垂下头 紧紧拉住大哥的手 林婉容见他不堪娇羞 便解围道 乔乔 你先说说这次是要商量什么事儿吧 见林婉容鼓励的神色 乔乔恩了一声 一缕耳边秀发 正色道 这次我们是商量酒楼扩展的事情的 林婉容想起上次谈起的这件事情 欣喜道 乔乔 你寻着地方了 见乔乔点头 林婉容大喜过望 嘿嘿笑道 这样说来我们的第二家酒楼就要开张了 瞧瞧你可真行 洛宁望着他笑道 林大哥 林老板 你说错了 这不是第二家酒楼 林婉容疑惑道 洛小姐此言何意 洛宁五唇轻笑 林大哥 你怎么聪明一世 却糊涂一时了呢 这些时日 乔乔拉着我不断地挑选好地方 连着选中两处 这次要开业的不是第二家 而是第二家和第三家 是两家同开 两家同开 好兆头啊 林婉容惊喜地望着乔乔道 这是真的吗 乔乔 乔乔不好意思地道 大哥 我是看中了两块地方 也谈好了价钱 就等大哥你回来决定呢 林婉容大手一挥 疼我干什么 这酒楼是你经营的 我不插手 一切都是我的小宝贝说了算 乔乔经休息 一起涌上脸庞 急忙偷偷看了老董一眼 见他闭目养神 似乎什么都没听到 这才放心下来 大哥太坏了 这样亲你的话也能说出口 私下里说不好吗 越想 脸上越是发烧 洛宁对林婉容的惊人之鱼 已经见怪不怪了 见他对乔乔如此信任 他心里忍不住感叹 林大哥好才学 好见识 好手段 瞧瞧能有这么个夫婿 也真是值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林婉容脸皮后 这点小意思算什么 他黑黑一笑道 嘿嘿 瞧瞧 说说你选的这两个地方在哪里吧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 我也来为你参谋参谋 青山插嘴道 大哥 姐姐可厉害了 他选中的两个地方 一个在秦淮河边上 一个在夫子庙 都是响当当的好地处啊 合起来都要一万两千两银子呢 一万两千两银子 这可是个大手笔啊 没想到瞧瞧这样柔弱的丫头 还有这份能耐 以前着实小看了我的小宝贝 只是这一万多两银子 是从哪里来的呢 酒楼的经营状况 林婉容也知道 虽说是日进斗金 开业到现在 大概赚了八九千两银子 但要一下买两处酒楼 也是捉襟见肘啊 瞧瞧明白他心里的疑惑 微笑道 大哥 你还记得 你当日买着酒楼的手法吗 林婉容点点头 那怎能不记得 巧取豪夺 在家贷款吗 瞧瞧低声道 我以十微仙酒楼做担保 与那两家老板商定 先付一半款项 另外一半 则半年内还清 按月付利息 原来如此 这丫头竟然现学现用 实在太可人了 林婉容心里感慨道 他上次是巧取豪夺 才拿下了这十微仙 此次巧巧借助他的经验 只不过不用豪夺了 而是用着资产 大大增值了的十微仙 做抵押 成功地实施了一次 资产运营和融资 这种手腕林婉容经常玩 见得也多 房地产开发商玩的 比这卑劣多了 空手套白狼可不是神话 但在这个时代 能有如此胆色和见识 实在了不起 尤其还是一个小小女子 巧巧不去做房地产 实在太可惜了 林婉容心里大大的得意 我眼光真不是盖的 巧巧这一手玩得漂亮之极 眨眼之间 老子就变成拥有三家酒店 连锁的大老板了 洛宁大有深意地 看了林婉容一眼 笑着说道 我当日与巧巧 一起与两家老板谈判 巧巧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两位老板也不敢答应 好在 石维仙现在名头甚响 声誉极好 再加上 巧巧以酒楼做抵押 还肯付高利 他们才勉强答应下来 我当时担心极了 这样不仅借了大量债务 而且每个月光利息 就好几百两银子 压力极大 弄不好 连石维仙都赔上了 后来巧巧说 曾经有人成功运用了这个法子 我就在想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 竟疯狂至此 这个疯子可不就是我吗 林婉容尴尬地咳嗽了两声的 这个巧巧 这样一来 我们手里还有多少银子用于留的 巧巧的 既然大哥没意见 那我便即刻与两位老板签订契约 先付六千两银子 剩下来的现银 扣出大哥答应赞助赛事会的一千两 也就剩下三千两了 说起赛事会 林婉容一拍脑门 哎哟 难怪这洛宁找上门了 答应了赞助的银子还没给呢 现在又要新开两座酒楼 再加上赞助赛事会 这几件好事聚在一起 那是打广告的大好机会呀 说什么这一千两银子也要出了 妈的 做了大老板还是这么穷 幸亏还有萧家的香水和香皂的提成 不然的话 老子这老板也做得太窝囊了 林婉容掐指一算 赛事会安排在月底 还有二十余天功夫 这两家酒楼要是抓紧装修 应该能赶在赛事会之前开业 妈的 这些狗屁才子花老子一千两银子 老子要打广告 往死里打广告 花出去的银子 要从你们身上十倍百倍的赚回来 林婉容将这个意见和乔乔说了 乔乔奄然一笑道 大哥 我也做此想法 材料匠人 已经先机着手准备了 只待你一句令下了 有了乔乔 这老板当的还真是舒心 林婉容点头道 那我们就这样执行吧 对了 骆小姐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一千两银子 一分不会少 待会就让乔乔到账房取了给你 但你也别忘了我提出的要求 大刀画笔纸验 小道茅房里的一片厕纸 我实为先的标识 要无处不在啊 骆宁清脆了一口 脸色羞红道 呸 林大哥 我从未怀疑过你的信誉 我今日来不是为着这事 而是有着其他原因 也与林大哥你有关呢 林婉容道 与我有关 这太奇怪了 我的名字一向只与银子有关 骆宁捂着小嘴咯咯一笑 林大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先先食指一指 那食为仙中悬挂着的对联 喜笑颜开的道 你这对子 有人对上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